真的很开心,超开心的 这段内耳口罩也遮不住即将出团的喜悦 导游蔡天宝来自泰国,念书时就来台湾 碰上疫情,因为连续几个月没收入 只能靠家人支柱 之后也不断兼差,无法发挥工作专长 杨乐一样是泰国人,热爱导游工作 但天再来的措手不及 就算有十几二十年的导游经历 仿佛瞬间掉进谷底 熬了九百多个日子,终于等到国境开放 迎接泰国旅客 泰国旅客来台,新城安排上中正纪念堂 日月坛十分九分,一样热门 因为走访庙宇以及网美景点 台中歌剧院,闭山岩,101等等 只是说一前一后安排上海市稍微不同 从行程安排到防疫讲习课程 通通OK,近几年东南亚旅客都喜欢来台湾 开放之后,旅行社指出渴望周周出团 墙哥大作战太极新生代太阅姐航空就宣布 原先美洲一般的台北曼谷航线 从11月开始新增为天天有 航空公司也祭出零元促销价 随着国境解封 11月定位已经超过七成 迎接各地旅客来台,各界都准备好了 提示这是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